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歡迎來到看風雲節目 今天和大家講一講 當局大使紀念毛澤東名彈 專家揭習近平背後的算計 中共央視在播報毛澤東的新聞之後 又報導了一條製作蠟肉的新聞 央視內部是不是有人要造反 近日中共當局高調紀念毛澤東的名彈 非常罕見 在毛的名彈日 毛澤東的侄子 已經82歲的毛遠身 在毛的故鄉延伸 引發輿論關注 分析人士認為 中共當局如此高調捧毛 表明習近平鐵左心要全面左轉 他要借毛絲還雲 在文革結束之後 中共定性毛澤東晚年犯了嚴重的錯誤 再加上中國後來搞改革開放 所以中共高層一般都跟毛澤東這個名 保持一定的距離 都不高調搞紀念活動 而今年卻大不相同 12月26日是毛澤東的名彈 當日上午 中共七常委率一眾高官到毛澤東紀念堂祭拜 並召開座談會 中共官媒也紛紛發表文章 紀念毛澤東 在民間 很多毛粉涌到毛的故鄉 湖南兆山慶祝 黨刊求時雜誌刊發多篇文章 吹捧毛澤東的所謂封攻偉跡 然後將話題轉向對習近平的吹捧 分析認為 求時這篇文章 吹捧了毛和習 卻避而不談鄧小平 江澤民和胡錦濤這三個中共前黨魁 刻意營造中國只有兩個偉人的氛圍 目的是借毛抬習 習近平在文革時代長大 當年雖然身受其害 但他認為管控社會也只有用毛時代的那一套統治手段才行 旅美時政評論員藍述表示 中共現在所謂的改革開放 歡迎西方資本全部都是假動作 習近平的真正目的是將西方資本趕走 將民間的私有資本限制到最低 甚至消滅 最後回到毛時代的 又計劃經濟主導的中國經濟 只有在這樣的狀態之下 中共才認為是安全的 評論人士唐靖遠分析 現在的中國經濟不好了 習近平已經沒有辦法 從目前的種種跡象來看 他極大概率 要回到毛時代的那種共同貧窮 讓大家都變得差不多一樣窮 一樣苦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 也算是實現了所謂的社會公平 在這種模式之中 雖然老百姓普遍都比較苦 但是黨的政權 或者是習近平的個人權力 卻可以得到一種空前的鞏固 說白了 當一個普羅大眾 每天都在考慮 怎樣能夠吃飽飯 怎樣才可以賺到一些些奶粉錢的時候 你是沒有心思 沒有精力去考慮什麼民主 人權 你更加不會有精力上街舉白紙之類的 前大陸律師梁少華表示 習近平本質上是崇拜毛澤東的 或者是喜歡毛時代的 他在那個時代長大 他一直都在懷念 毛時代共產黨的權力無限大 沒有資本主義 沒有自由經濟 沒有不同的聲音 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發動的一系列政治運動之一 持續了長達十年之久 對中國社會造成了巨大的破壞 和人緣的傷亡 因此被稱為十年蠔劫 而習近平本人和他的父親習仲勳 在文革中都曾經經歷過殘酷的迫害和披鬥 習仲勳在1963年 被定為反黨集團的成員 被下放到河南諾陽 1968年 習仲勳被接回北京 圍殊區接受監護 在圍殊區 他被關押在一間700平方的小房裡 直到1975年5月解除監護之後 他先回到了洛陽 在毛澤東死後的一年多 習仲勳先在1978年2月回到北京 而習近平 在1966年因為父親的原因 被劃為黑幫子弟 當時習近平年僅13歲 只是因為說了幾句反對文革的話 就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分子 並被列為敵我矛盾 關押在中共中央黨校 在黨校審查期間 他曾被威脅槍被救一百次 在黨校召開批判六個走資派的大會上 習近平是唯一的小孩 其他五人都是成年人 六人都被戴上了鐵製的高帽 由於這頂高帽過於沉重 習近平被壓得受不住 只好用兩隻手托住 最終 他被送往少管所的黑幫子弟學習班 到了1969年 習近平被下放到陝西延安市 延川縣梁家河大隊插隊 插隊期間 由於農村條件艱苦 習近平經常面臨飢寒交迫 有一天 他的弟弟習遠平去看望他 結果 只是一天就全身起了水泡 原來習近平為了防止跳膝釘咬 在坑石的下面灑滿了厚厚的一層666粉 他一年四季都睡在666粉上 666粉是一種殺蟲藥 他的毒性和突敵味差不多 習近平在文革中受到如此殘酷的迫害 然而 他在座談會上 卻給了毛澤東一連串的稱為 比如 偉大開拓者 偉大的奠基者 一代偉人等等 習近平為何讚美 迫害過他本人和他父親的人呢? 旅美學者胡平表示 事實上80年代 紅二代以及他們的父輩 對毛澤東都是非常反感的 只是後來因為他們需要毛這個招牌 因為中共當局越來越發現 他們要維護自己的統治 毛澤東的這面旗幟還是不可以倒 所以 越來越偏向於維護毛的形象 尤其是在習近平上台之後 他發現毛澤東這一套做法 對於建立獨裁制度是很有利的 所以 他又舉起了毛澤東這個招牌 為自己撐腰 12月26日當日 82歲的毛澤東侄子毛遠生冒著嚴寒 撐著拐掌延伸兆 向毛的銅像獻花藍 陪同他的還有他的家人 毛遠生是毛澤東弟弟毛澤民的兒子 1941年出生於新疆烏龍木齊 在毛遠生兩歲的時候 他的父親在新疆被殺 後來他被毛澤東和江青帶大 聽說 在毛岸英死後 毛澤東極力培養毛遠生成為接班人 他一度擔任 毛澤東與中央政治局之間的聯絡員 代傳聖子 在文革中 毛遠生緊隨四人幫 參與了很多惡行 文革結束之後 他被判刑17年 作為一個敏感人物 毛遠生很少出現在公眾的視野中 而今年卻高調露面 呂美時政評論人士陳破空表示 毛遠生的出現並不奇怪 一定是得到了習近平的批准 習近平也不怕別人 認為毛遠生才是接班人 因為毛遠生畢竟年時已高 也沒有實際的權力 因此習近平對此並不在意 讓毛遠生出場反而是張揚毛的極左思想 被現政權掛了一個招牌 招一下雲 這是毛遠生出場的含義 毛澤東的屍體經過處理之後 保存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的紀念堂 被外界譏諷為納獄 日前中共央視報導發行毛澤東紀念郵票 隨後報了一則納獄致富的新聞 網友紛紛叫好 日前相關的影片片段已經被刪除 12月26日中午 毛澤東冥彈的當日 中共央視報導說 發行一套毛澤東肖像的紀念郵票 隨後報出了一條四川妹唐丹 年尾殺豬做納獄的新聞 其中出現懸掛納獄的鏡頭 新聞的小標題包括 讓世界嘗到納獄的味道等等 無紀念郵票新聞只有十幾秒 但是納獄的專題報導長達四分多鐘 在海外X平台上 網友紛紛調刊 中國人不過聖誕節 平時吃包子 6月4日吃肉餅 11月25日吃蛋炒飯 12月26日吃納獄 官方還不如不刪 刪了就等於證明心裡有鬼 也有網友說 唐丹做納獄的事情 從前年開始就報導過幾次了 算不上什麼新聞 為什麼偏偏在這個日子裡 又上了央視的新聞呢? 央視的節目都是經過層層審查的 難道沒有人看出來嗎? 央視內部是不是有人要起義呢? 分析認為 不理是人為也好 無意也好 其實都沒有巧合的事情 就此不可一世的共產邪惡陣營 瞬間土崩瓦解一樣 天安門廣場上的那塊納獄 恐怕很快就會被丟進歷史的垃圾堆 習近平的皇帝蒙還可以做多久? 根據研究周易的人時推斷 2025年 習近平有可能下台 旅居英國的中醫大夫舒榮 不僅心甘醫道 也對易學有獨特的研究 醫道同源 他在《精英論壇》表示 中共內部的鬥爭明年會更加嚴重 明年也是最嚴重的一年 內鬥會進一步升級 習近平的權力會進一步削弱 而且南方有一股勢力 這些都是我的推測 不是百分百準確的 我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一起來研究一下這些東西 南方有一股反政府的勢力 會越來越強盛 很多人都想問 習近平會不會死呢? 我的回答是 明年應該不會 明年他應該不會下台 在2025年 他應該會出現一件非常不好的大事情 所以 2025年 他有可能會下台 有可能會有一個新人接替他 舒榮說 他是用周易推算出來的 他說 到了2024年的時候 習近平可能真的已經成了眾矢之的了 但是他不會下台 到了2025年的時候 習近平會有一個很大的麻煩 他的權力會失去 有新人會取代他 而取代他的這個人 有可能是體制內的人 這個新人剛剛上台的時候非常迷惘 他不知道應該何去何從 是拋棄中共 還是繼續延續習近平的道路走下去呢? 後來很快就有高人指點他 他就開始清除共產主義的那些因素 包括物質的、精神的和意識上的 所有層面的那些共產因素 他都進行清理 到了2029年的時候 基本上這個工作就結束了 大家就可以回到一個正常的狀態中生活 就像一個真正的人一樣這樣生活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講到這裡 請記得點讚、訂閱、留言 並分享給你的朋友 世事變幻、嘯漢風雲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再見